稍多粉丝提问,为什么吃鸡不加入人可以爬的梯子? 梯子这个道具确实是很实用的,加入之后肯定会有很多新的玩法。 今天这期就给大家安排上,原因应该有三个。 一,会加强伏地魔老六。 梯子的作用就是可以用它爬上高点,像房顶、树顶上等等。 关于树顶,小伟之前做过一期视频。 因为树木多,而且枝繁叶茂,如果伏地魔老六在树顶,那普通玩家的游戏体验会非常糟糕。 肯定会经常被阴死,被阴的多了,会有更多人加入老六的大军。 这个结果不是光子想看到的。 二,游戏变得非常难玩。 现在的吃鸡基本是一个平面游戏,因为天上的载具不多,经典模式只有一个滑翔机,而且超级难用。 而高楼除了在大城市也很少有,基本上都是在地面进行钢枪。 可是一旦加入梯子,战斗将会变得很立体,哪里都有可能有敌人。 游戏难度将会比以前提高太多了,将有大量的玩家不适应,从而退游。 三,对高手太有利。 高手一般对游戏都非常熟悉,技术也好。 如果加入梯子,那高手就可以去一切能爬上去的地方。 而普通玩家玩游戏时间不多,也不会去研究各个点位。 这对于高手来说太有利了。 所以无论怎么看,不加入梯子都是最好的选择。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